小姐极为厌恶那个沉默寡言的侍卫 于是将我指配给了她 她嘲笑 丑八怪配哑巴 倒是绝配 我自觉配不上 谢其安却说我是她娘子 她理应对我好 可后来我和小姐同落水时 谢其安下意识就起小姐 护着她离开 又在院中手里一夜 全然忘记了我 我原以为这是她的职责 直到我撞见小姐哭着投入谢其安的怀抱 又说自己后悔了 让她带着她离开 谢其安带着小姐逃婚那日 我被国公府的人牵连怪罪 被乱棍打死 又被扔在死人堆里 可后来我在编赛时又听闻 那恢复了十九皇子身份的谢其安 曾疯了般在死人堆挖的鲜血林里 说是要找回自己的妻 祝亲爱的王子公主们 2024年报复报美 求求给猫猫个三连吧 猫猫和你们是真玩哦 正文现在开始 游船遇到水匪 就在方才 我和小姐一同落了水 挣扎中 我看到原本在对抗水匪的谢其安 面色突然变得焦急 她二话不说就跳下水 又朝着我游来 我心安 又向她伸手 其安 救 可谢其安却像是不曾注意到我 她快速地掠过我 最后直直朝着不知何时 飘到更远些的小姐游了过去 让开 大概是嫌我挡着了 素来冷静的谢其安 堪称粗鲁地推了一把我 我的额头狠狠地撞上了水面上的木头 尖刺滑破了眼角 眼前隐隐一片血色 可她依旧没有发现我 我不会服水 伤口发疼 挣扎着被呛了好几口水后 意识逐渐模糊 我隐约听到小姐说了一句 你先去救你娘子 我会服水的 可等我拼了最后一点力气扭过头时 看到的却是谢其安 不管不顾地抱着小姐上离开的背影 动作紧张 像是拥着什么失而复得的珍宝 许氏注意到了我 本应虚弱的小姐盘着谢其安的肩膀 突然抬起眸 看向我的目光带着怜悯和不屑 但这也没什么的 我心想 毕竟谢其安是小姐的侍卫 他先去小姐是应当的 谢其安抱着小姐上了岸 我又想 他应该快要来救我了吧 我拼着一股气 可直到我昏迷 谢其安都不曾回过头 他护着小姐离开了岸边 而我无人搭理 后来意识模糊间 我隐约察觉到我被人捞上了岸 有人在撕扯着我的衣服 是那些水匪 我听到他们放肆而又银鞋的笑声 却在下一秒顿住 呸 居然是个丑八怪 于是我被重重地扔在了地上 浑身都疼得厉害 不过还好 我是个丑八怪 我迷迷糊糊地想着 最后彻底失去意识 我左眼处有道争鸣的疤 国公府里的人 私下里都说我生得极为丑陋 可面容丑陋的我 却被许配给了容貌俊朗的谢其安 谢其安是小姐的护卫 但小姐极为厌恶她 她不止一次让谢其安滚远些 最后干脆又笑着说 我瞧着你和阿淑挺配的 丑八怪配哑巴 倒是绝配 于是我和谢其安的亲事 就这么被定了下来 其实我心里是极为欢喜的 谢其安武功高强 又生得极为好看 她虽沉默寡言了些 却满足了我对未来夫君的所有幻想 我知晓我配不上谢其安 所以我想方设法的 对谢其安更好些 起先 谢其安抗拒我所有的好意 但人心都是肉掌的 慢慢的 谢其安态度缓和了些 有时候也会同我说上一两句话 我也曾认真的同谢其安说 若是你不愿的话 我可以去求小姐让我们和离的 再不济 我的亲公母 侍奉了大夫人许多年 也算是能说上话的 可谢其安只是沉默了好一会儿 最后雅生说了句不必 如此便好 此后谢其安开始学着护着我 他会记得我喜欢的吃食 也会在我生病时 略显笨拙地照顾我 我本以为是相处了那么些日子 谢其安待我是有些不同的 当时心中还乐滋滋了好一阵子 可如今看来 好像又不对 姑母寻了府上其他护卫找到了我 被带回国公府后 我高烧不下 可醒来时身边只有小蝶和姑母 谢其安依旧不在 姑母冷笑说 她八成还在小姐院子里守着 我这才知晓 小姐回来后就莫名昏离了过去 听说谢其安慌到 抓了城内所有大夫 去替小姐看病 又因着小姐迟迟没有醒来 便拦住那些大夫不让离开 她就那么在小姐的院中 守了一夜 你发了一夜高烧 姑母难得带上几分怨气 你被阿玲带回来的时候一头的血 我想去替你寻的大夫 都被小姐院里的那些丫鬟拦了下来 最后还是个小妖童 带着胆子替你抓了药 可到底还是留了疤 就不是命了 分一个大夫过来又如何 你还是她娶进门的娘子 姑母 我拦下了姑母的话 眼睛突然酸涩的有些厉害 心里也有些堵得慌 可我朝着姑母笑 轻声 小姐金贵 妥当点是好的 更何况其安本就是小姐的护卫 她也没做错什么的 你如今还在替她说话 我都听说了 落水时她根本就不曾 姑母气恼的话一顿 她自觉失言 便生硬的找了其他话 我只当没听到 又乐呵呵的安慰着姑母 只是等她走后 我才自言自语一般 人在焦急的时候 总会忘点什么的嘛 更何况当时小姐才更重要些 毕竟谢其安前两日才同我说 等她攒够了在外安身立命的银子 就带着我出府过安稳日子 又说我是她的娘子 她理应对我好 我信她 心里极为高兴 因为我觉得谢其安心上终于有我了 所以她这次 定然不是故意忘掉我的 我连续烧了两日 但谢其安一直都不曾回来过 因为小姐受惊了 得有人在旁护着 迷迷糊糊间 我又做了噩梦 梦里是谢其安一次又一次地丢下我 我总是看着她的背影 最后陷入死亡的窒息 直到我感受到额上一阵凉意 我勉强睁开眼 其安 我吵到你了 谢其安的声音有些低沉 我摇头 她抿了抿唇 又说我煮了药 等会你喝了就能舒服些了 好 谢其安没点灯 过而我也不曾注意到她脸上是和表情 她只是沉默了好一会才开口 我先前 我知道你先前不是故意忘掉我的 我抢在她开口前说道 那些水匪明显就是针对小姐来的 你武功高强 有你护着小姐离开才是对的 我自顾自说着 最后说着说着声音低了下去 也不知晓到底是在安慰谁了 谢其安一愣 我虽感觉看不到她的神态 却明显察觉她僵硬的身子 陡然放松了下来 但到底是我做事不妥当才害了你 抱歉 谢其安有些生硬的 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 又安慰我 脸上的疤也是能去的 等日后我会替你去找药 好 我依旧笑呵呵的硬着好 姑母说我这是没心没肺 直到屋外大雨 又突然响起阵阵雷声 我脸色煞白 不自觉中就抓住了谢其安的手 我怕雷声 谢其安瞬间又浑身僵硬了起来 她依旧不曾习惯同我亲近 故而下意识想甩开我的手 可不知想到了什么 动作又被声声制止了 阿叔 你 快来人 我听出声音是小姐的贴身丫鬟春红 她在同其他护卫说话 说小姐眼着了 要找些阳气中的护卫 在院内护着 谢其安的话被打断 她下意识起身 语气里不自觉流露出几分交集 不是才好 怎的又演着了 我隐隐感觉不对 紧了紧抓住谢其安的手 不要去 门口春红已经找好了护卫 我强撑着清醒 又压抑着嗓音里的颤抖 你陪我一会好不好 再说春红也已经找到人了 其实也不缺你一个的 轰鸣的雷声 让我想起那些濒临死亡的绝望 我很想很想谢其安留下来陪我 可谢其安只是犹豫了一会 最后扯下我的手 又轻声安慰我 我会叫小蝶过来陪你 你睡着了就好了 她不曾注意到我的害怕和颤抖 只匆匆往门外赶去 却又在开门的那一瞬间停住 我突生了些希望 眼睛也跟她亮了起来 小姐快要成亲了 在此之前万不能出任何时段 我身为小姐的护卫 得过去看看 谢其安顿了下 沉生等我回来 你莫要误会 也莫要出去乱说 这次向来对谢其安每句话都有回应的 我却说不出半个字来 我在咬着牙颤抖 又隐隐觉得 这最后一句话 似乎才是谢其安这次回来的目的 我陷入了昏迷 等醒来时 那些记忆变得模糊 再加上旁人都说谢其安不曾回来过 我便以为那又是我做了一个噩梦 梦和现实都是反着来的 我心想 我还等着谢其安攒够银子 带我离开呢 她到底是同我拜过堂的夫君 是我在这个世上 除了公务以外最亲近的人 我应当相信她 直到我撞见小姐甩着鞭子抽象她 周围没有其他人 而谢其安只沉默地站在那 任由这鞭子落在自己的身上 我下意识觉得 小姐又在借着机会惩罚谢其安 此番游船遇到水匪 其他的护卫或多或少都得了赏赐 唯独谢其安得了一身伤 想起谢其安本就受着伤 我想过去求情 却看到小姐突然丢下鞭子 声音愤怒中又带着受伤 谢其安 为何如今你却不敢承认喜欢我 我的脚步顿住 像是升了妆般 不敢再往前半步 心想我约莫 最近忙糊涂了 都唤听了什么话 小姐和谢其安怎么会呢 可谢其安身子却猛地僵硬 她紧抿着唇 眼底的情绪复杂到 我不敢去细咎 好啊 小姐笑了起来 她猛地把下发簪 狠狠朝着自己的手臂次去 但谢其安的速度却更快 簪子最后扎入谢其安的掌心 一片鲜血淋漓 她眼眶赤红 更是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祈求 不要伤害自己 看着小姐的眼底 藏着我从未见过的心疼 你不承认又如何呢 素来高高在上的小姐难得脆弱 她微台下巴 语气发狠 你听我的话和那丑八怪成亲 后来又不想合理 是因为那丑八怪的声音 同我有几分相似吧 谢其安 你敢承认你同她花好时 灭了灯不见那张脸 只听着那声音时 你不曾将她当成是我的替身 我猛地抬起头 不敢置信 浑身手脚都冻得冰凉 我突然想起在成亲后 偶尔几次的花好中 谢其安会难得露出一点温柔 她轻声哄我 阿叔 我想听你的声音 可我依旧死死地盯着谢其安 内心有道声音 在急切渴望着谢其安否认 谢其安没有立即开口 她像是被戳穿了心思一般 脸色瞬间惨白如鬼 狼狈不堪 最后别过头哑着声音说 我成亲了 说给小姐听 却更像是在说给自己听 是啊 你成亲了 还是我逼着你娶的她 小姐惨然一笑 而后扔掉了发簪 她哭着扑向谢其安 谢其安下意识护住她 又慌张地将受伤的手背至身后 不敢触碰 像是怕自己的血会弄脏了她 可谢其安 我后悔了 小姐紧紧攥着谢其安的衣裳 哭得梨花带雨 我现在才知晓 我原来是喜欢你的 只我之前太高傲了 觉得你配不上我 所以千方百计把你推开 可是真要喜欢一个人 哪还会顾得上配不配 谢其安 我不想嫁给那个人 她就是个变态 我嫁给她会死的 我只想嫁给你 你带我走好不好 谢其安还着小姐的手 僵硬了顺 她像是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垂着眸子 不知在想着什么 可好半晌后 我听到谢其安的声音 重又响起 沙哑而又低沉 好 谢其安答应了 我不知是如何回了屋子 原本要带给谢其安的糕点 早已经冷却 我静静地打量着四周 突然发现 这里属于谢其安的东西 真的很少 少到哪天 若是她不愿意待在这 只一人离开便是了 那她又为何要给我那般承诺 因着同情 我坐在桌边 茫然而又出神地想着 连谢其安是什么时候回来的都不知道 她回来时又是浑身带着伤 就伤未好又添心伤 见我看来 谢其安下意识解释 是我后卫不利 让小姐受了伤 当罚 我点了点头 大概是我和往常不同的冷淡 让谢其安有些不习惯 又或许是因着心虚 她犹豫了下 放软语调 又要麻烦你了 谢其安不喜外人触碰 便是我同她成婚了 也很少能碰到她 但小姐却是随时随地 能在她身上留下属于她的烙印 疼吗 看着谢其安背上细腻的伤疤 我轻声问 她老是因着小姐受伤 阿叔 谢其安没有回答我的话 她偏过头看我 俊美的脸上满是认真姿态 过段时间我们就离开吧 我替她茶药的手一顿 没有第一次听到这番话时的高兴 只有莫名涌上心头的不安 下意识想要脱口问的一句 那小姐呢被我生生压了下来 大概是见我迟迟没有回应 谢其安不解看我 怎么了 没什么 我摇头又突然开口 那日我受伤发烧时 姑母说她没能找来一个大夫 话音刚落 手下的肌肉陡然紧绷 我想同谢其安讨要一个答案 小蝶也说她去找过你的 我盯着谢其安的眼睛看 执拗 你为何没有跟着她一起回来 哪怕是回来看我一眼 她哪里会不知道你受伤 我去求她 说只要一个大夫过来看看就好 可谢其安却说要等大小姐醒过来 她分明就是不曾把你放在心上过 那日小蝶的话从右想在耳畔 我刻意遗忘 指我是信着谢其安的 信那只是谢其安的职责 信谢其安那般护着小姐 只是因为她是主子 可如今句句刺耳 一些本该遗忘的戏之末 结之事也突然被我记了起来 比如空闲时 谢其安常常望着西南方愣神 那是小姐怨落的方向 再比如我曾偶然间在谢其安那 看到一根红色猪钗 我本以为那是送我的 就在我兴高采烈想要试试时 谢其安却发了火 她小心翼翼地把猪钗放了起来 又在转身看到我时 微微一愣 抱歉 谢其安低声同我道歉 又解释说这是他人之物 我点了点头 心里本有些愧疚 可这跟被谢其安如此真实的诛钗 还是断了 在小姐生辰后的第二日 不过那时谢其安受了伤 我担忧她 便没有提起这件事 后来更是直接忘记了 如今重又响起 谢其安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她避开了我的视线 小姐受惊了 那些水匪又来路不明 她身边的一直有人护着 周大人也不信其他人 我其实回来看过你的 谢其安的声音越来越低 却只字不提大夫的事情 我没有吭声 只安静地看着她 看着她不自觉地握起拳头 神色更是难得 戴上一点少有的慌张 我当时 谢其安紧抿着唇 阿叔 此事是我不对 心理良意逐渐蔓延 我收回了目光 扯了扯嘴角 与你无关 小姐千金之躯 你当心些也是正常的 我不过只是个下人 也不是这般 不知为何 谢其安突然打断了我的话 语气急促 眼眶莫名有些发红 可见我不解看去 她又住了嘴 目光落在我脸侧的伤疤上 谢其安转过身 她伸手 动作僵硬而生疏地 触碰了下我脸上的伤疤 抿了抿唇 亲生和我保证 阿叔才是我的娘子 我会替你去掉脸上的疤 我也会对你很好很好 这些话谢其安说过很多次 在每次还好后 在她准备攒银子 带我离开时 如今想想 说是保证 倒不如说是强调和提醒 我别过头错开她的视线 语气随意 其实无妨的 我也已经习惯了 阿叔 可谢其安却是皱起眉 她不顾动作大到扯到伤口 下意识抓住我的手 又紧盯着我的眼睛 一字一句 我会替你治好脸上的伤 等过段时间 我们就离开这儿 眼底带着明显的急迫 抓着我的手 用力道疼痛 我看了谢其安好一会儿 在她逐渐急躁的目光中 我朝着谢其安笑了笑 一如之前般语气安抚 好 于是谢其安松下一口气 可谢其安还是食言了 在大婚前两日 她带着国公府的大小姐逃婚了 于是我被国公府牵连怪罪 棍子高高举起 最后重重砸在我身上 疼 浑身都疼得厉害 姑母去求情 又想扑到我身上替我挡着 但都被拦了下来 她哭喊着 你告诉他们谢其安在哪呀 阿叔 那谢其安便是千好万好 你如今是要为了她连姑母 也不要了吗 我朝着姑母 勉强扯起一抹笑容 心想我其实也想告诉他们 谢其安在哪 可我不知道 我连她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 但没有人信 他们觉得我是想保护谢其安 我还想说 谢其安其实算不上千好万好 不过是她曾经救过我一命 不过是因为她曾 替我教训过那些 肆意嘲笑侮辱我的人 又同我说 阿叔不丑 丑的是他们 可如今我都还了回去 彻骨疼痛中 我突然记起 这并不是谢其安第一次抛弃我了 原来那时也不是 我烧糊涂时的一场噩梦 不过是这次 我连谢其安的背影都瞧不见了 我被打得浑身是血 国公府的人 原以为我是谢其安的娘子 谢其安应当不会狠心到 看着自己娘子被如此折磨 可他们还是想错了 哪怕我被打到 进气少出气多 谢其安都不曾露过面 最后见我没了气 周国公便冷着脸 吩咐把我扔在了死人堆里 尸体的腐臭 混合着血腥味 直到诡异的鸟叫声响起 我缓了一会 这才忍着浑身的疼痛 从那死人堆里爬了出去 但好在是活了下来 你看 我不信谢其安了 反倒是得了条生路 爬出来了 我以后就不欠谢其安什么了 我扯了扯嘴角 想着 和小叠夸 憨厚老实的阿玲 此时冷着脸 利落地干掉了节路的土匪 察觉到我醒来 他头也没回地说 我烧了你那屋子 没留下什么东西 我点头 值钱的务实早就被我拿走了 包括谢其安先前攒下的那些银子 阿玲顿了下 说谢其安回去了 以十九皇子的身份 当年公变 最受皇帝宠爱的十九皇子 被贼人掳走 不知踪影 阿玲告诉过 我谢其安便是那十九皇子 他回去当他那高高在上的皇子 应当也不会计较我拿走 他攒了这么多年的银子 我宽慰到 心想那位周小姐 也真真是好命了 阿玲 他在死人堆里挖了很久 挖的一手血 说着要找你 我大惊 莫非他知道我拿走了他的银子 可我不在死人堆啊 阿玲 我找了其他的尸体代替了你 谢其安信了 朝廷的那些人也信了 就像我先前不知道 谢其安是十九皇子 谢其安大概也不曾想到 我会使朝廷一直在找寻的前朝余孽 虽然只是一个不受宠的冷宫公主 承诺了很久 半晌后才笑着晃了晃腿 叹气 可阿叔死了呀 孩子死了才知道来哪了 这算什么呀 阿玲不吭声了 谢其安是脚 谢其安是在第四日赶回来的 他原本应该早些就回来带走阿叔的 可周从雪突然生了一场病 又求他多陪他一会儿 谢其安有些迟疑 但就在周从雪哭着问你 不是答应过会 永远保护好我的妈的那一瞬间 谢其安突然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个语言 高高在上的国公府小姐 施舍给小乞丐一个救命馒头 又大发慈悲说 若是他有命活着 他会给他一条生路 于是小乞丐被带走 最后成了周从雪的护卫 直到前不久 他恢复了记忆 知晓了自己原本的身份 其安 周从雪微微仰着头看他 那张娇俏的小脸满是泪痕 原本从未有过他存在的眼眸 此时只专注看着他 他难得脆弱地问 你是不是后悔带我离开了 嗓音在发颤 这原本就是谢其安一直想看到的场景 他本应高兴的 你陪我一回好不好 可不知为什么 谢其安突然就想起了阿叔 阿叔生病时 也是期待着他能留下来陪他 可阿叔懂事 他不会像周从雪那样 在见他稍有离开意思时 就会大发脾气 他连生病都一场小心翼翼 生怕会给别人惹麻烦 谢其安 见他迟迟没有回复 周从雪的声音大了起来 隐隐带着怒意 于是谢其安又分神地想着 他当时离开的时候 阿叔一定也是生气了 可他脾气好 也从来都不会同他计较这些 谢其安后之后觉得发现 自己喜欢又厌恶着这些不计较 他突然就想试试好脾气的阿叔 到底能不计较到何种程度 因此他答应了周从雪的请求 多留了两日 可他还是忍不住想回去 更是一日比一日地心绝后悔 谢其安一路上都在想着 等会要怎么同阿叔解释 又在想 若是阿叔知晓 他是十九皇子后会不会害怕 毕竟他以前就说过 只想过平淡而又普通的日子 但阿叔是他的娘子 注定过不了那样的生活 谢其安想了一路 他还想 不管怎样 看他马上要到他生辰的份上 阿叔一定会同他走的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他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了 先前住的屋子化为一堆灰烬 而他的阿叔早就被人乱棍打死 扔在死人堆里 谢其安不去看那些 荒万到跪了一地的人 又任由着阿叔的姑母 狠狠地咒骂着他 好半场后 才像是突然清醒了过来 他在那片死人堆里挖了很久 挖得手鲜血淋漓 最终才在一个角落里 找到了他的阿叔 这里常有野狗游荡 阿叔当日就是穿着这身衣服 说他们是亲眼看着阿叔断了气的 谢其安还是不肯相信 直到一根青玉发簪 从尸体紧握着的手中脱落 掉在地上碎成挤断 谢其安浑身僵硬 那是他送给阿叔的第一份礼物 但阿叔从来都不带 他只是宝贝式地藏起来 然后开玩笑般说 他死都会保护好这根簪子的 可阿叔死了 阿叔 簪子断了 谢其安小心翼翼地抱着尸体 用魔证式地贴着他 轻声 你食言了 手下的人都来劝他 谢其安面上不见喜怒 我让你们保护好他的 手下脸色一僵 最后还是有个人咬了咬开口 殿下 他只是一介能女 所有人都觉得阿叔配不上十九皇子 如今情况危急 几位皇子都在盯着您 您万不能因为他就坏了先前的大忌 所有人都在劝他要顾全大局 谢其安都知道 所以他只是带着阿叔回去 又令人打造了一幅冰棺 除此以外 他与平时毫无异样 在回去的路上 谢其安遇到了先前的那些水匪在吃酒 从这些水匪口中 谢其安又得知了 周从雪先前的那次落水并非意外 是他买通了这些水匪 他想让阿叔死在这场意外里 但又不损他的名声 他甚至想让阿叔清白受辱 但那就是个丑八怪啊 醉熏熏的水匪催了声 又大笑 谁会看上一个丑 话还没说完 这人就被谢其安一剑捅穿 处理好 谢其安面无表情 所有人都觉得 他是在护着国公府的那位小姐 当即就有下属松了口气 庆幸 我就知晓 那女人对殿下来说算不得什么的 谢其安听到了 他只是脸眸 继续擦着剑 手上的伤用了上好的药 如今也好得差不多了 就像死了一个人 之后还会有更好的人 那个位置总会有人想要站着的 阿叔的确算不得什么 谢其安想着 可眼底眸光骤暗 如阴云翻涌 无人窥见其中 我在塞外开了一家客栈 客栈往来人众多 我总是能听见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国公府小姐当年并非逃婚 而是去寺庙给未婚夫祈福时遭遇流匪 虽无大爱 但受了惊吓 也因此影响了婚期 比如皇帝最疼爱的十九皇子回来后 便成为众多皇子的眼中钉 可他仅用了四年时间 就坐上了那个位置 又比如前些日子 朝廷收回了对前朝云叶的追击 听说是心底推行的新政策 但我并不关心这些 而是姑母呢 我看向阿玲身后 却没有看到想见的人 眼神瞬间暗淡 难难 莫非姑母还在生我气吗 宋姨没生气 被阿玲带回来的小蝶安慰我 他说你活着便好 主家带他厚道 他就不过来拖累你了 还免得受罪 宋姨还说 他就等着你这没良心的小兔崽子 来告诉他你还活着好好的 只他没想到 他这一等便是等了四年 一句话便让我又哭又笑 当年朝廷的人快要查到我的身份了 于是我便趁机借着 谢其安和周从雪那时假死脱身 可这些我都不能告诉姑母 更不能连累她 直到如今我已然安全了 这才敢拖着阿玲去京城找姑母 阿玲是前朝那些人派来找我的 却被我策反了 毕竟我从来都不觉得 我一个冷宫公主 能担得起富国大爷 更何况现在的皇帝也挺好的 正巧阿玲也是个没野心的 于是我俩拿了钱 便直接跑来了边赛 好在这桩心事算是了 阿玲说后日她还得回京城一趟 让我把想说的话 想带的东西尽快准备好 我硬了生蚝 想到前两日 我刚从西域商人那收了一株人参 我便匆匆赶回家 想要取来 可院门打开 我就敏锐地察觉不对 刚想转身离开 眼前却突然一黑 身子被困在院门和那人的身体之间 带着寒意的指尖 小心翼翼地触碰着我的脸颊 克制而又收敛 急促的呼吸声落在耳畔 开口嗓音却异常熟悉 隐隐发颤 阿叔 我找到你了 我身子陡然僵硬 我没想到谢奇安会找我 更没想到他会那么快就找到我 他蒙住我的眼睛 却又紧紧地抱着我 连带着身子都在剧烈颤抖了起来 一遍又一遍地叫着我的名字 阿叔 阿叔 此时倒像是个痴情重了 我有些不耐 伸手推他 还请字 要说的话突然耿在喉咙口 我用的力气分明算不上很大 可谢奇安一个习武之人 却轻轻松松对我推开 甚至还虚弱地亮枪了好几步 最后被人扶住 我震惊地看着他 眉头紧皱 你在哭什么 大颗大颗的泪水顺着脸颊滚落 谢奇安看着我 眼眶通红 他嘴唇捏如了下 委屈而又无助 娘子 你弄疼我了 我 这人谁 阿叔姑娘 最后是谢奇安的属下倾壳了声 有些甘大的解释 陛下他 中毒失忆了 说失忆 倒不如说是失智 如今的谢奇安 除了记得我是他娘子 他要找他的娘子外 其他的一概都不记得了 又说是来寻我的路上 被有心之人设计了 所以呢 我被气笑 警惕地盯着面前这些人 我同你们陛下并没有任何关系 他如今中毒失忆 也同我无关 说句难听的 当年我还因着谢奇安吃了不少苦 你们就不怕 我趁机对他不利 杀倒是不敢杀 毕竟谢奇安是当今天子 可我总是有着法子 来折磨一个想黏着我的傻子 谢奇安的属下 当即就轻了脸 有人呵斥 大胆 你可知 可这人话还没说完 就被谢奇安踹了过去 他仅仅挡在我面前 神情音质 不准凶我娘子 倒是有几分上位者的狠利 可下一秒 谢奇安又转头看我 眉眼弯弯 娘子 我会保护你的 这人失格 这连性情都大变了 我没吭声 只冷淡的离谢奇安远了些 他一愣 神情瞬间落寞 阿淑姑娘 像是领头的那个人叹了口气 可态度强硬 陛下清醒时便说 由你来负责照顾他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不过还请阿淑姑娘 凡事三思而行 毕竟陛下此番中毒 也只是一时 而其他暗中护着陛下的 可远没有我们这般好山好凉的 好 谢奇安到底还是留在了我的客栈 为了避免多生事端 他被他那些属下坏了张脸 我不知道暗中里有多少人在保护着他 我只提醒了阿淑和小蝶离他远些 小蝶倒是不觉有什么 但阿淑或许是猜到了什么 却被我拦了下来 谢奇安总是跟在我身边 他也不多做什么 就只是安静地看着我 仿佛就只需要这样 他就很满足了 有时候也会抢着替我打砸做事 但总是笨手笨脚 每每做了坏事 他都有些茫然无措地看向我 我也就只当身边没有这个存在 哪来的小尾巴老是跟着你 竹松楼的老板陆池云 瞥了眼谢奇安 择了声长得真丑 塞外民风开放 竹松楼虽名义上是个茶楼 可来此处的大多都是女子 而我前段时间和陆池云刚合作了一批胭脂水粉 需要我帮忙赶走他吗 陆池云说着 就微微弯下腰凑近了我 一双上条的狐狸眼 呈满细碎的笑意 看在你是我老顾客的份上 他刻意拉长尾音 带着几分缠面之意 我无奈 陆老板你 给我滚开 我的话还没说完 陆池云就被狠狠拽开 这人本就松散的衣裳 如今直接大开 露出大片白皙胸膛 谢奇安瞬间挡住了我的视线 脸黑不知羞耻 我 你这丝好声无礼 陆池云不紧不慢地整理着衣裳 面色也冷了下来 我同你主子说话 哪有下人插话的道理 舒老板还是心善了 倒不如把这人交给我来 好声教导一番 谢奇安抿了抿唇 眼底隐隐有力气突生 却被我不耐打断 谢 成 你出去 谢奇安四十一正 他有些不敢置信的偏头看我 眉眼间神色陡然委屈了下来 医生娘子刚说了个字 就被我警告一眼瞪了回去 我冷声 别逼我赶你走 说来也是讽刺 前些年我无比期待 谢奇安能叫我娘子时 他总也不叫 如今我不稀罕了 他反倒是凑上了一口一个娘子 谢奇安微微脸眸 在抬眼时已然安静了下来 好 他朝着我笑了笑 眼底利气腹又压下 笑容温和又乖巧 那我在外面等着阿叔 我没理会 而陆池云择了声 直接当众告发罪行 阿叔 你这下人瞪我 他瞪得好凶 好似下一秒就要冲上来杀了我 阿叔 我好怕呀 谢奇安身子一僵 然后加快了离开的步伐 我垂眸看着整个人 都想窝到我怀里的陆池云 微微一笑 损了我轻欲 再让一成立 陆池云瞬间震惊 那可不行 陆池云这人是个老狐狸 我到底倒横浅了些 不过这人乐意歹 我也就跟着学 至于报酬 总是有还得轻的时候 虽然陆池云老是说什么 用人来抵债便可 我大多时候都是笑笑 并不放在心上 脸上的伤疤依旧不曾除去 先前是怕会被人发现身份 后来发现 这副丑模样 倒是让我在这边赛地区 得了少有的宁静 我出去时 并没有见到谢奇安 但他身边总有人护着 我便也没有去多管闲事 直到夜深熟睡时 我隐隐觉得身旁有人 等费力睁开眼 看到眼前场景 我瞳孔皱缩 娘子 谢奇安偏头对着我笑 似乎全然不知 自己在做着什么 可如今他衣衫半开 宽大的礼衣 松松垮垮地挂在肩上 隐约露出的一点金色链条 顺着锁骨垂落散至胸口 最后往下隐磨更深 他稍一动 便隐隐有铃铛升起 这般模样 我曾在陆池云的竹松楼里见过 陆池云也办过几次 不过我只觉得 这人试图用这法子来站立 从来都不理会 而办出这般模样的谢奇安 还要无辜皱眉 看向我时委屈巴巴 娘子 不舒服 可我突然冷静了下来 我安静地看着谢奇安 看着他不自觉中流露出一丝慌乱 但又很快遮掩了下来 娘 阿叔 谢奇安很快就改了口 像是做错事一般 嗓音都低落了不少 我以为你是喜欢这般的 态度小心翼翼 像是害怕我会生气 倒又是反过来了 之前总是我一直在顾着 谢奇安的感受 可我说不出如今适合感受 只觉得一口气闷在胸口 上不去也下不来 但那口闷气 很快就又被一股怒意所取代 我扯了扯嘴角 你没必要这样 阿叔 谢奇安有些坠坠不安地叫我 我以前 是不是做了很过分的事情 所以你很生气 生气到甚至都不打算原谅我了 说到后面的时候 他的嗓音都在发着颤 一脚被轻轻扯住 谢奇安的声音近乎哀求 阿叔 我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声音夹杂着淡淡的委屈 我不动声色地抽出了自己的衣角 又朝着他笑了笑 如同以往那般语气安抚 好啊 谢奇安谋底隐约有光亮起 自那日后 我待谢奇安的态度好了些 至少没有前段日子那般 总是冷着脸 阿琳察觉到我的态度变化 皱着没来问我 你打算原谅他了 我低头打着算盘 没有直接回答 反而是问他 你这趟回京 可知道国公府上的那位大小姐 如今过得怎样了 阿琳冷着一张脸 并不打算回答 阿琳 过得不好 他这才硬邦邦地开口 国公府落败 他依旧是嫁给了赵王爷 可赵王爷那人形势粗鲁 在房市上又有些特殊癖好 周从雪刚嫁过去没几日 就哭闹着要回去 但无人理会 后来他好不容易寻了机会逃出去 却又被山贼掳去了好几日 回来时清白受辱 那张脸上也被毁了 神似 阿琳突然顿了嘴 我没在意他的停顿 只问赵王爷带他回去了 阿琳嗨了声 脸色难堪的厉害 他倒是在女子中 博得了深情的好名声 那你觉得赵王爷是那般大度的人 我又问 阿琳不吭声了 我笑了笑 继续低头拨弄着算盘 这要说起来 我和谢其安还是夫妻 可他如今 阿叔 谢其安的声音突然响起 打断了阿琳的话 他朝着我走来 又不动声色地挤开阿琳 现保式地将手上的玩意递给我看 阿叔喜欢吗 这些日子以来 谢其安总是变着法子送我礼物 我接过那红圆环 眼底闪过一丝惊艳 喜欢 那我可以给阿叔戴上吗 谢其安小心翼翼地问 我一顿 朝他笑了下 好 谢其安抿了抿唇 俯身给我戴耳环的动作 轻柔又颤抖 而阿琳的话 就再也没有说完 谢其安的毒迟迟没能解 他的属下急得到处寻访名医圣手 偏着主子 却一点都不急 而很快就要到谢其安的声辰 我和谢其安说 我希望他声辰那日 没有太多旁人来干扰 我想给你好好过个声辰 谢其安几乎是不假思索的 就答应了我的要求 他弯了弯毛子 轻声 阿叔想要的 我都答应 于是在谢其安生辰那天 他身边并没有留太多暗卫 我带着谢其安 走过边赛那条最繁华的长街 同他讲的 我曾在这里发生过的事情 谢其安听得很认真 只是在听到我受辱时 他难免情绪很大地抓住我的手 心疼又愧疚 又同我保证 我会对阿叔很好的 都过去了 我看着前方难得热闹的场景 轻笑了起来 等长街走到尽头 一切都会过去的 谢其安并没有察觉到什么 他还在认真的替我挑选着礼物 直到急促的马蹄声响起 远处有兵戈相间的声音 空气中隐约弥漫起血腥味 我抽出了自己的手 又在谢其安震惊的目光中 后退了几步 歪头朝着他笑 傻子 其实挺难眼的 谢其安 你还是回去当皇帝比较好 谢其安并不是一个心思手软的人 尤其是在夺敌时 他那几位皇兄 也并没有对他留情过 所以谢其安上位后 杀得杀扁的扁 为数不多 剩下的那几位王爷表面恭敬 实际各怀心思 开客栈便是有这般好处 三角九流的人常来往 听到的消息也就多了些 再加上陆池云是三王爷的人 我把谢其安的贴身玉佩给了他 谢其安愣愣地看着我 脸上的笑容一点点低收起 他从又变回以前的模样 可眼眶已烧成星红 他喉结滚动了下 开口声音沙哑 阿叔在那日晚上就已经察觉了 不是疑问 我没回答 于是谢其安低声笑了起来 你又骗我 四年前你骗我你死了 如今四年后你还要骗我 杨起的声音突然顿住 谢其安抬手挡住自己的眼睛 低渴了几声 一字一句都如同气着血 阿叔 你从未原谅过我 如今是骗也不想骗我了吗 我应该要原谅你吗 我认真问他 落水时你把我丢下不曾管我 那日我差点溺死 又差点被人凌辱 你明知我受伤高烧 却依旧任由那些丫鬟拦着 不让大夫来给我看病 后来你说着要带我离开 却又带着周从雪逃婚 全然不去想被留下的 我会遭遇什么 谢其安 我先前一直都很相信你 可是信你时 我处处遇险 反倒是不信你了 我活了下来 谢其安被我堵得 吐不出半个字来 他突然眼唇咳嗽了起来 一指不住的中咳 唇角有血珠残留 可他依旧死死的盯着我 又朝着我伸出手 语调温和的说 阿叔 我们还是夫妻 你捅我回去 皇后之位一直为你留着 你若是还生气 打我也好骂我也罢 我都认了 只是阿叔 你总该回家看看了 很早之前 我一直都期待着能有一个家 谢其安也说过会带我离开 但我不信了 所以我摇了摇头 你先前骗了我 可我也借逃婚之事假死脱身 算扯平了 扯不清的 有人朝着谢其安次来 他任由着刀剑刺入身体 反手将那人脖子拧断时 态度依旧温和 只看向我的那双黑毛沉沉 阿叔 我欠了你许多 你应该同我讨回来的 一股莫名的寒气 我抿了抿唇 心想我该知道 谢其安是变了许多的 阿叔 谢其安是图向我走来 可才走了两步 他的面色 陡然就变得极为难堪了起来 我给谢其安下了毒 我又看向他身后的人影 突然笑了起来 谢其安 你看你也不曾信过我呀 谢其安的人敢来了 三王爷注定落败 其实这也是在意料之中 只我唯一没想到的 是三王爷会用陆池云来威胁我 小娘子 她眼底一片狠辣 若是想救你这小情人的话 现在就杀了他 又是二选一 陆池云向来是个爱漂亮的老狐狸 可如今却狼狈得很 他费力地睁开眼看我 择了声 然后重又闭上眼睛 似乎并不抱有任何期待 谢其安也安静地看着我 周围的人似乎想要冲上来 却被他拦了下来 他在期待着我的反应 可这有什么好期待的呢 我捡起脚边的匕首 朝着谢其安走了过去 然后稳稳地将匕首 刺入他心口偏离不远的位置 谢其安似乎疼极了 你当真要为了旁人来伤我 说丫头 你在犯什么糊涂 陆池云弄骂 我没理他 只是极为认真的告诉谢其安 我没有回头路走了 谢其安 我不会替你诞下子嗣 为爵士 我同旁的男子有染 为乱族 我嫉妒你身边旁的女子 为乱家 你应当休了我 如今我是服侍 住嘴 谢其安突然暴怒地打断了我的话 额上青筋根根抱起 我让你住嘴 可我依旧平静地说了下去 我是夫侍君 又为前朝余孽 你应当杀了我 我在逼我自己 更在逼着谢其安 三王爷被杀 陆池云被救了下来 可周围依旧一片沉寂 你就这般不愿意捅我回去 谢其安问 眼底一片血色 我没有回答 只是说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当年有个小乞丐 在我被追杀时 拉了我一把 救了我一命 我脸上的伤 也是那时留下的 后来我又把高烧的他 从破庙里背了出来 一家一家求过去救命 可小乞丐似乎只记得那位 我又笑了起来 谢其安 你的爱是有条件的 我并不需要 不是这样 他下意识慌乱想解释 却给我打断 你问我 为何不愿意同你回去 那我只问你 当年你记起自己是十九皇子时 可曾想过 依旧让我当你的正妻 谢其安张了张嘴 却是沉默 我太了解谢其安了 他不会 旁人也不会允许 不然我也不会被国公府的人 乱棍打死 你并不是爱我 于是我一字一句 你只是习惯了 我对你无条件的好 又不甘心一个 对你而言身份低贱的人 先抛弃了你 这些话都是在赌 赌我这条命能不能留下来 客栈我早就交给了阿琳和小蝶 姑母那儿也能有人照顾 我只剩下这条命了 一片死寂 半闪后 谢其安又剧烈咳嗽了起来 咳得撕心裂肺 可他只是默然地 抹了抹唇边溢出的血 而我的手背上覆盖一层温热 是谢其安握住了我的手 又狠狠地把匕首往里刺了刺 你不曾是夫是君 谢其安疼到土字都极为艰难了 却依旧能让周围的人清晰听到 是正命令你正做的 带着帝王的威严 可眼眶发红 牟底悲痛惨淡的情绪 机遇窒息 谢其安离开了 临走前又说他随时会等我回去 我没理他 也不知谢其安做了什么 好在没人打扰我 我依旧是边塞一个小小的客栈老板娘 乐此不疲地挣着钱 听着来往三较九流之辈的闲话八卦 偶尔和陆池云做个生意 又逗弄一番阿玲和小蝶生的娃娃 后来我听说 谢其安顶不住压力还是立了后 这种事情有一变有二 很正常的啦 不过这也同我没多大干系了 毕竟我只是一个 想挣钱的客栈老板娘而已 至此全文完感谢观看 期待一下新作品